欢迎回来 俄罗斯炮打乌克兰 国际舆论齐声踏伐 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议案 要俄罗斯撤军 回到谈判桌上和解协商 要和解可以 但俄罗斯他们有条件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 就开出了跟乌克兰和解的条件 他说许多迹象 特别是近年来 西方对乌克兰活跃的武器供应 让俄罗斯更加确信 西方国家企图在乌克兰附近 建立一条敌对地带 他强调克里米亚的主权 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 因为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而北约要把极地建在克里米亚 那更是不可被接受的 俄罗斯外长在访谈当中说 乌克兰依然继承一些苏联时期的武器 甚至是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以及技术 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 目的就是要解除乌克兰的武装 并且根除当地新纳粹主义 防止乌克兰的部署 或者是制造任何会威胁到俄罗斯安全的武器 他强调俄罗斯有能力 面对西方一切形式压力的制裁 更警告一旦世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将会是一场核武器之间的战争 这会毁灭全球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 为俄乌战争和解开出条件 第一 北约不能在乌克兰建立基地 第二 解除乌克兰武装 不允许乌克兰部署或制造任何威胁 俄罗斯安全的武器 就在俄罗斯立场依旧强硬同时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 在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决定推迟原定在周末 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以表明美方没有意图 制造任何可能会导致误解的动作 他强调 在这个紧张时刻 美国和俄罗斯不应该制造 任何误判的风险 这也证明美国是个负责任的核大国 Minute Man 3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 Launch 设计为这周期要继续 我们并不断承试这些选择 而而是证明我们是一个负责的 NUCLEAR POWER